生物能夠進行的呼吸作用 我們有需要養呼吸,還有缺氧呼吸 在身體來說,人體部分細胞 我們是能夠進行缺氧呼吸的 那就是我們的骨落肌 在其他的生物來說 他們也能夠進行缺氧呼吸 那個例子對我們生活很有用 那就是我們古埃及人 他們學會用酵母進行缺氧呼吸的時候 他們是能夠釋放一些產物 他們可以幫我們做麵包 還有,酵母進行缺氧呼吸的時候 其中一些產物是酒精 我們可以拿去釀酒喝 這就是酵母進行缺氧呼吸的名字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就叫做酒精發酵 當然,一定不會只有酵母才能夠進行酒精發酵 記住植物的種子 當它發芽的時候 它是能夠進行酒精發酵 植物的根部也能夠進行缺氧呼吸酒精發酵 那這個實驗我們怎樣去展示 一些酵母進行缺氧呼吸的時候 它是會釋放一些什麼產物出來呢 那我們就首先拿一些酵母 跟著我們就給它一些葡萄糖 那現在我們希望能夠營造一個 沒有氧氣的環境給它 那些酵母就會進行缺氧呼吸 那我們怎樣能夠給這個缺氧的條件 那這些酵母呢 我們就把葡萄糖溶液先煮 一煮的過程 加熱 我們就能夠將這些葡萄糖溶液 裡面溶了的氧氣 我們就將它趕走 但是趕走之後 這裡在上面大氣的氧氣 我們又可能又溶回到那些葡萄糖溶液 那它就又變回不是缺氧的條件 不用怕 那我們就在這個葡萄糖溶液上面 我們就加一層石立油 油就浮在水上面 那它就覆蓋了這個表面 那上面的氧氣就不能夠再溶回去 那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放冷它 放冷的過程呢 它又不會有氧氣進去 那OK了 冷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些酵母下去了 那如果熱的時候加下去 就會熱死它 好 搞定 好 接著呢 我們這裡的酵母就會進行這個 缺氧呼吸 即是我們現在說的酒精發酵 那它就會呢 放一些氣體出來的 那些是什麼氣體出來的 那些氣體出來的 那些氣體都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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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看看會不會變成黃色 如果變成黃色呢 我們就知道缺氧呼吸 是會產生二氧化碳的 好 做完這個實驗 我們就揀開蓋子 聞一聞就味 我們就聞到有酒精味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缺氧呼吸 我們就能夠生產二氧化碳 以及有些酒精 去展示一些酒精發酵的實驗 我們都幾多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想展示酵母菌 去進行發酵的過程 它是需要葡萄糖幫忙的 沒有葡萄糖就行不到酒精發酵 那麼它怎麼做呢 左邊的實驗裝置我們就給葡萄糖 而右邊這個就沒有葡萄糖 然後其他的裝置部分 也有酵母菌和一些煮過的水 那這個實驗裝置是怎麼運作的呢 那現在呢 左邊這裡的酵母菌 它就進行缺氧呼吸 它就會釋放這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氣體來的 它生產了的二氧化碳 就會一直向上升 就會越來越多 而這個多積聚在液面上面 液面上面呢 液面上面呢 二氧化碳的一路越來越多呢 就會令到這個平 裡面的體積就會增加 平裡面的體積增加了呢 就會令到平裡面的壓力就會增加 好啦 當平裡面的壓力和外面大氣的壓力 我們有個差的時候呢 液面就會動了 那麼現在呢 屏內的壓力大於大氣的壓力 壓力氣壓很高 它就會將液面向下壓 壓的時候,液面就會飆上去 酒精發酵還有什麼用呢? 放出來的酒精,我們就用它釀酒 還有什麼用呢? 酵母進行酒精發酵 放的二氧化碳可以令麵包變得鬆軟可厚 但這個做麵包的過程大約又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做麵包的過程 我們就加了麵粉,糖,油,鹽,水,酵母 我們把麵包拌好之後 我們就放在這裏,一個靜止的地方 我們可能要放一個多兩個小時 放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想像到 麵團裡面的酵母 那些樣子一定是很少的,因為麵粉很實的 在氧氣不夠的環境,這些酵母就會進行缺氧呼吸 它就會放一些二氧化碳出來 這二氧化碳就在麵粉裡面 積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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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在裡面,然後我們會看到它 開始漲了,二氧化碳會推漲了 推漲了一點點 然後我們放進焗爐裡面 嘩,你就看看會怎樣 嘩,你看看突然間 那個麵粉 不斷漲,為什麼不斷漲呢? 沒錯,就是在這裏 這個過程,積住了的二氧化碳 現在進到焗爐裡面 它就 氣體受熱膨脹,而穀漲了它 而進到焗爐這個階段 其實酵母菌全部已經死了 因為太熱了 所以現在在這個焗爐裡面 麵團漲的原因 就不是在這一刻裡面 酵母菌進行缺氧呼吸 放二氧化碳,整漲了它 進了焗爐,已經死了 進了焗爐,為什麼會漲呢? 就是之前 酵母進行缺氧呼吸 釋放的二氧化碳 積在裡面 進到焗爐,才受熱膨脹 正確 然後 進去 之後 先進去